《樂天之命》 李居明 林基 考考你什麼叫四靈山決 幸好有溫書 師傅 我知道是左青龍 右白虎 前豬雀 後懸武 我們這一集說前豬雀 其實豬雀就是鳳凰 是嗎 我們現在說鳳凰衛士 鳳凰衛士其實就是豬雀 豬雀就是代表著我們前面的地方 通常所謂左青龍 右白虎 前豬雀 就是前面是用豬雀來描寫 它有無盡的 非常空間的意思 真是挺容易頭 當然我們知道鳳凰是無寶不落 就是有寶城的地方才落 寶是代表南方 所以通常來說 豬雀也是代表南邊 我們也有一個缺隔了你的 就是叫北正 南雙 東雲 西偽 即是代表在任何一個地方裏面 這個北方就是代表正 即是代表北方的人 或者在一個寫字樓裏面的北邊 坐在北邊的人 他是比較傾向於政治的 從政的 從政的 喜歡搞一些人際關係 喜歡搞政治 好 如果是坐在南邊的人 也就是我們說朱雀偉的人 是喜歡財富賺錢的 也是 香港人一向都喜歡賺錢的 而在中國的古代 青代的時候 也是跟外國人做生意 他們也是選擇了在南邊 即廣州 是開設這個十三行 是跟外面做生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磁場 一個地球的磁場 是會影響了那些人 他會有些什麼類型的事情做出來 譬如說 為什麼說東方會是東運 會運動呢 理由就是 古代的皇帝 我也說過 他是坐北向南而坐 所以東邊 也就是說這個 其實代表運動這個位 其實是代表著他的左手 也就是精龍位 所以是代表傾向於運動 西邊由於比較消殺 代表秋天 所以一般的人是喜歡搞藝術 躲在那裡自己玩藝術 是比較冷淡一點 酷一點 我們今天就講到朱雀 就講到南方 是 南方就叫無保不老 意思是什麼 寶是代表財富 所以代表南方的人 是最擅長做什麼 生意 所以香港其實他有一個 得天獨厚的形勢 就是因為他有中國的南面 是 所以連同香港 深圳 廣州 其實這個區域 都是以朱雀的為從商 是他們最應該做的事 那麼朱雀這個名詞 很漂亮 是 比較有感覺是一種很漂亮的東西 鳥中之王 鳥中之王 這個叫鳳王 所以我們有個鳳王衛視 代表著有無盡的空間 以及在一個從商的環境之下 是開展他們的世界 當然是代表我們日常生活 家裡 也就是代表我們去買一層樓 或者我們看一間屋的時間 也就是說 當你一打開窗 一看出去的時間 你一定要有充足的空間 錢朱雀 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有很多空間 可以給你飛翔 那麼你這間屋就叫做好屋 那要住高一點才行 師傅 你也知道香港的 人口很囂密 所以造成了 人如果沒有一個空間給他 是 他會短見 短見的意思就是 只是會懂得賺現在的錢 是不懂得計劃明天 或者更加人沒有抱負 不會為未來的子孫著想 是 那麼人是會傾向於自私 所以林記 我知道最近你想買樓了 那你學了這個缺之後 那你應該怎樣去選擇你的樓宇 首先入到大宅的時候 就要看看那條窗 究竟是否能看到一個 很天空海闊的畫面 是 但我又認識到那些朋友 他們去看樓的時候 是很奇怪的 他說有時候遇到一些單位 他有窗的 其實也有景的 但永遠都是落了簾的 落了簾 長期落了簾 即他自己落了簾 是的 好像一個密室那樣 他說代表著他們就是沒有軟件 或者就是沒有空襟 沒有空襟的意思是代表小器 所以一個人有沒有小不小器 就說你進入房子 打開廳的窗的時候 看到 我雖然住在九龍何文田 但是可以看到香港區 那這個就可以了 或者你的樓高度 可以看到對面是灣仔 甚至是中環半山區那麼遠 或者你住半山區 你可以看到九龍 甚至看到獅子山 或者看到觀塘那邊 那就代表這間屋 那個住的人 他在一個心理狀態上 都會是比較有軟件 以及胸襟廣闊 那麼這件事是一件 是挺實際的一種心理學 和一種環境學 我們都覺得是非常準確的 是 如果一個人 就是等於你帶一個小朋友 你讓他住一間房 那間房一看出去的時候 打個窗 是別人對面屋的說話 那你的小朋友一定會小氣 但是如果你給他一間房 他可以看遠一點 這個都能夠令到他胸襟廣闊 但一如你所說 香港每間屋都是很不見的 樓貼樓 那有什麼辦法呢 通常我們就會掛一幅畫給他看 那幅畫通常是可以一些山水畫 可以看到一些遠景的 或者是世界不同的地區 是很遠的地區 令到他有一種胸襟廣闊的感覺 那這樣東西都是間接 是可以相應到這種叫做 朱雀的遠景觀念 給大家一種遠景的觀念 其實林基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 它能不能夠有前途呢 就是看那些人 本身有沒有遠見 就是等於一路下來 我們看香港一路下來 就是香港就是沒有遠見 也就是香港一路下來的領導人 只能夠看到香港現在目前的東西 沒有辦法可以看到香港 更遠的方向 那其實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或者是一個好的地方 如果有一個前途呢 他們的計劃都起碼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是讓大家看到一個很大的遠景 那這個都是一個叫做朱雀觀念 所以朱雀就是代表遠景的觀念 除了這個朱雀觀念 可以是應用在我們的單位 就是我們的家裡之外 如果辦公室 我經常見到一些同事 或是舊同事 他們很忙的 整桌都是文件、文件 其實他們的朱雀位 就是佈滿了一些文件、雜物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空間 那就是代表著 他們賺錢的能力 已經是去到盡了 因為他們能夠越當間 就代表他們賺錢的能力越強 你都塞滿了雜物 是代表你的人的心裡是很混亂 不能夠很整齊、很整理地 是找到你的方向 我也是見過有些朋友 經常他前面是擺了很多東西 他們通常的心理狀態 都是一個比較容易被人欺騙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越繁雜的時間 越容易被人有機可乘 是可以欺騙到他們的金錢 所以在這種局是不好的 所以家裡一定要執拾 一定要執桌 是留有空白 原來留白 所謂這個字叫留白 就是留一些空白 原來是一種美術的設計之外 原來也是一種胸襟 也是一種哲學 當我們在一張畫紙上面 要寫字的時間 我們要知道在哪個位置 留有空白 這個才能夠令到一幅畫畫得好 原來最近我也是 跟一些音樂界的朋友 一起相處 因為我要錄我的唱片 每年我都會錄一首佛歌 也是找一些高手教我唱歌 他們都教我 要在哪個適當的位置 停下來不要唱 所以不是說拿著咪 或者一首歌 你就要平時唱歌就好 你一定要在適當的位置 你要靜下來 或者甚至不要唱 然後突然間你在那個位置唱 那我就想起 我寫書法的老師 都有教我 要適當地利用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誅著學 只要你有空間 你才會懂得非常 還有你才會有胸襟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一些雜物 要扔掉 不要在家裡有太多雜物 要在家裡留有足夠的空間 那我想問你 你家裡有沒有足夠的空間 都還可以的 不過我聽師傅說完之後 相信我馬上要收拾桌子 因為我的桌子真的很亂 是嗎 那你又要留意 如果太多雜物的說話 是會使到你心亂如麻之外 你會六神無主 這麼大件事 當然了 雖然我以前曾經見過一個朋友 他家裡很喜歡神佛 他擺了幾十個佛 他的特色就是六神無主 原因是因為他自己都拿不到主意 所以原來留有空間 還有給自己有珠穿位 是代表著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選擇能力會強一點 還有你的人會鎮定一點 還有你會醒神一點 你會知道什麼叫做是空間 什麼叫做是密集的地方 那你知道了哪裏是密的地方 哪裏是疏的地方 哪裏是空間 那你的人生才會精彩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裡面來講 珠穿的遠景觀念 是對我們人生是充滿重要性 同樣也是告訴我們香港人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你有沒有發現香港人有一個特性 就是把自己的時間迫到密集 全部在那裏開工做事 是啊 每個人都很忙的 其實在這個珠穿觀念裡面 是教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要善於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要放一些適當的空位在那裏 放一些適當的空位在那裏的意思 即是說讓我們知道我們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們都有一些空間要去吃東西 享受 睡覺 做運動 或者跟家人一起分享我們的成就等等 那其實在珠穿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除了可以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之外 其實最重要就是我們人生裡面 是懂得留白這個藝術 是不是 是啊 所以當我們去到一些山川明星 我們站在一個山頂的時間 當我們一看到下面 哇 原來有一個這麼大的平原 是 這麼大的空間 跟著我們深呼吸三下 又看著遠景 那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要訓練自己的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一個人生哲學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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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vi心情